想要問一下說最近郭董 你們談到2024相關的話 我沒有跟他談這個事 那接下來還會繼續支持他嗎 我想對於優秀的候選人 我們一定都支持的 那郭台銘跟所有人也來 會比較優秀 都很優秀 都是我好朋友 都是好朋友 那接下來就包括柯市長 柯市長也是我好朋友 但是郭董目前在藍白這邊 好像都有一點 就是被拘於門外的感覺 目前會不會替他覺得有點遺憾 我想這個我們不便做任何評論 我想這個事情應該就是 國家的大事 希望大家平常心順順的 讓他發展下去 那現在還支持郭祝沛嗎 郭祝沛不是我說的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傳言 我沒有提誰跟誰配 現階段的話 我們應該正確的一個態度 就是把所有有優秀的人 想要替大家做事的人推舉出來 讓大家來挑一挑 那誰是大家希望支持的人 那認同菲律聯盟這樣的構想嗎 我想我不知道這個從何而來 我想這些名詞的創造 可能是媒體朋友的想像力 郭董沒有回國民黨 會希望他用五黨籍來參選 這個我沒有任何看法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